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在改版以后的Keras长什么样子。 好,那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是说,这个大概在你在作业三的时候, 我们作业三是一个有关CNN一项辨识的作业,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先想要实作CNN, 之后也会讲说怎么实作CNN, 而且在助教的教学里面,在手把手的教学里面, 会教你怎么把Keras安装起来。 那我们在讲CNN之前,我们先讲一下, 假如你要input每一个最basic的, fully connected的V forward network, 如果你用Keras的话,你要怎么做。 好,那现在假设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手写的数字辨识, 那我们要多了一个network, 我们要建了一个network的structure, 它input是28x28的dimension。 28x28的dimension意思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张image, image的解析度是28x28, 我们把它拉直变成一个长度是28x28的向量。 output呢,现在做的是手写的数字辨识, 手写的数字辨识就是input一张image, 要决定它是0到9的哪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的output就是每一围对那个数字, 所以output就是实围。 中间,假如你要有两个heathen layer, 每一个heathen layer是500个neuron的话, 那你会怎么做呢? 那如果是用keras的话, 你要宣告一个network, 你的做法就是, 首先你先宣告说model等于sequential。 好,再来你要把第一个heathen layer加进去的话, 怎么做呢? 你就很简单, 只要下add就好, 下add你就add了一个layer。 然后add的这个指令后面呢, 你加了一个dance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加的是一个fully connected的layer。 如果你把dance改成别的, 比如说改成convolution2d, 那就是加一个convolution的layer。 所以这个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那input dimension就是告诉我们说, input dimension要是多少。 那原来在keras1.0版里面, output的dimension, 或者是说neuron, 其实就是neuron的数目, 它是用output dimension来表示啦。 不过既然在新版里面它改成unit, 我想这更直观了, 每一个neuron就是一个unit。 那unit等于500,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500个unit, 我们有500个neuron。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activation function, 在这边你就看你想要选哪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都可以啦, 有很多的activation function是你可以选择的, 每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都只是一个英文的词汇, 你就把那个词汇打上去就好了。 对啊, 你要自己加新的activation function其实还蛮容易的, 你在keras code里面找到它定义activation function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自己直接查新的activation function进去, 这个都还蛮容易。 好,那再加第二个layer, 那如果加第二个layer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宣告input dimension了, 因为第二个layer的input dimension就是前一个layer的unit, 前一个layer已经说是500个unit, 所以第二个layer的input就是500, 不需要再定义一次。 那这边你只需要告诉他说, 接下来定个layer有多少unit, 就是unit等于500, 然后activation function等于, 就随便选一个你想要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每一层要选不一样的耶, 只要是可以的。 好,那最后一个layer, 因为output有10个数字, 所以最后一个layer的output一定要是10为, 你说11或9都是不行的, 就是10个数字,所以就是10为, unit就设施activation function, 这边你其实选别的compile也会过, 不过我们通常会选softmax, 如果选softmax的话, 意味着output的每一个dimension, 只是会介于0到1之间, 然后它的总和是1,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像几率的东西来看待。 那softmax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其实也是讲过了。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步骤你要做一下configuration, 这边包括了你要定义loss function, 也就像compile, 也就像model.compile, 然后loss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loss function, 那有非常多不同的可能的选择。 好,那你要选一个optimizer, 那其实所有的optimizer都是gradient descent based的啦, 那你下不同的英文单字, 只是有不同的方法来帮你决定你的learning rate, 像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一个adagrant的做法, 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 好,再来呢,下完configure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train你的内容, 那train你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一行。 虽然说back propagation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其实当你在用这些现在的deep learning framework的时候, 就是一行。 好,所以就callmodel.fit, 它就开始用gradient descent呢, 帮你去train你的内容, 那你要给它你的training data, 那你要给它你的training data的这个input, 还有你的training data的label。 那这边这个s-train呢,代表了image, y-train呢,代表这些image的label。 我们现在做的是手写的数字面试, 那input呢,就是那些手写数字的image, 而label呢,就是每一张image它实际上对应的数字是哪一个。 那batch size跟apax呢, 我们今天就不解释, 那其实在video里面呢, 已经有解释过了。 好,那有关s-train跟y-train的格式, 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不是太难的问题。 这个s-train跟y-train, 你都必须要存成numpy的array, 你就不要问我说要怎么把image存成numpy的array, 这个是你的责任。 好,那这个numpy的array长什么样子呢? 现在在我们等一下要示范的这个task里面, 第一个轴呢,代表的是有几个training sample。 第一个轴如果是一万围, 代表说有一万个training sample。 第二个轴呢? 第二个轴代表了说现在每一个example, 每一个image, 我们用多长的vector来表示它, 我们用多少的数字来表示一个image。 那这边是用二八长二八, 也就是七百八十四个vector, 来表示每一张image。 所以这个s-train, 它就是一个matrix。 这个matrix的其中一围, 代表了这个training的example数目, 另外一围呢, 代表了每一个example, 它用多少的数值来表示。 好,那在y-train的部分呢, 在label的部分, 怎么表示你的label呢? 这边的做法是, label也存成一个二维的matrix。 第一个维度, 一样代表了training sample数目。 第二个维度, 代表了现在总共有多少的不同的class。 现在因为总共有十个不同class, 就0到9, 所以呢, 第二个维度的长度就是10。 那对每一个example来说, 它的这个vector啊, 都是只有一围是1, 其他都是0。 只有一围是1, 其他都是0。 1的部分这边就用黑色呢, 来表示。 那每一围呢, 就对应到一个数字, 那这边是从0开始算啦, 0,1,2,3,4,5开始算。 今天如果说, 第一张image对应的是数字5, 那就是对应到数字5的那一个dimension, 它的值是1,其他dimension就是0。 这边实际算算看, 从0开始算0,1,2,3,4,5。 它确实是对应到5的那个维度的数字是1, 其他是0。 就代表说第一张image它是数字5。 第二张image是数字0, 所以就对应到0那个维度是1,其他是0。 或者你看第四张image数字1, 那就对应到数字1的那个维度是它的值放1,其他维度只有放0。 好,接下来称完以后, 你就得到一个model, 你可以把model存起来, 然后之后再把它读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 就大家自己参考一下Keras的说明。 它这个documentation的说明。 好,那接下来你要拿这个network来真的使用。 使用有两个不同的情境。 这两个不同的情境, 一个是叫做evaluation。 所以evaluation的意思就是说, 你实际上有testing data level, 你只想要知道说你的model表现的, 在testing data上表现的到底怎么样。 这时候你就call evaluation这个function, 然后你就把training data的image跟training data level 丢给evaluation这个function。 它就自动帮你算出你的model的正确率。 那它会output一个二维的向量。 这边就写作score。 那这二维向量的第一个维度, 代表了在testing set上的loss。 第二个维度,代表在testing set上的acquity。 这个loss跟acquity的值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了解吧。 因为算loss的时候, 你可能用coast entropy, 可能用min squared arrow, 那算出来是cross entropy,min squared error。 acquity是对与不对, 那你会量出一个正确率。 所以这两个值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case是做predict。 所谓做predict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的系统真正上线了, 你没有正确答案。 你真的要拿你这个系统来做手写数字辨识, 使用者真的输给你一个手写数字的突变, 你要真的去预测它的结果是多少。 真的得到network的output。 那这个时候呢, 你没有正确答案, 所以你只有把xtes都把image丢进去。 这个时候你要coastpredict这个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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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